现在呢我教大家如何去给狗狗剪指甲 剪指甲的时候呢大家注意 不要去剪到它们的深色的地方 深色的地方是血线的地方 剪到后会出血 一般呢我们碰到如果狗狗 狗狗指甲是深色的 大家就仔细的去观察一下 它们的血线位置 假如说怕给狗狗剪破之后呢 那你就一点一点的剪 一点一点的剪 剪到你看啊有深色的位置了 你看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再剪它了 一般呢家里有大型犬的朋友们 经常会去带大型犬去出去 是去活动啊去奔跑啊 这个时候他都会把他们自己的指甲都会磨短了 所以不用去剪 但是一定要去记得要剪它们的狼指 这个指甲呢就这个指呢叫狼指 这个指甲如果你要不给他剪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把自己的面部和眼睛抓伤 这个狼指呢有可能后腿也会长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去检查 多去观察 如果如果指甲长的话呢 他会长到他自己的右里 会抖着他的疼痛啊 不让主人去抓他的爪子呀什么之类的 假如呢我们自己在家给搞了剪指甲的情况 如果出血了很简单 就是用直血粉捏起来 然后把出血的地方呢 用直血粉摁住它 大概停留三到五秒钟 三到十秒钟左右吧 然后给它放开 他就会把血止住了 大家不用担心 大家不用担心